我们看一下美国刚刚出现了一个新的意外状况 就是它油罐车烧到这个桥都被烧垮了 这个美国的洲际公路断了一截 这个状况在美国的东岸是 这个95号洲际公路 滨州废城的高架路段严重坍塌 桥下一辆载运汽车的油罐车在桥下起火 造成这个公路的北向路段其中一段是完全的塌陷 南向路段现在结构也不安全 所以赶快的美国的当局政府就封闭了受损的路段 预计大概要好数个月来重建 那95号中级公路用美国东北走廊支撑 是美国东安一条相当繁忙的南北向的重要的道路 所以它11号崩塌的路段 其实大概算一算平均每天的车流量大概16万辆车 北向路段超过7.6万辆车 南向路段超过了8.3万辆车 所以其实是非常繁忙的路段 这样子坍塌之后 这接下来这个道路交通该如何是好 白空的发言人尚皮也讲说 现在原因还在调查当中 已经指示联邦政府跟州和地方官员来协助 那可是呢反过来讲 这个目前如果要靠自己基建的一些工具的话 这样的修补或者是要重建的话 这个路会不会更长啊 因为在今年的2月份的时候 当时有新闻报道 拜登说啊 接下来我们这些基础建设啊 通通都要用国产机具来翻新道路 也就是说美国制的哦 可是呢 现在看起来似乎这个产业不太买单 就是说你这样子要刺激产业 似乎有点太过急躁 因为大部分都还是依赖中国大陆的一些工具机 那如果说你接下来要重建这些基建的话 你没有工具进行怎么建啊 所以恐怕这个洲际公路真做得完吗 恐怕要拖很久时间 另外美国的大选哦 现在看起来要有一场混乱 因为川普讲说就算哦 这个起诉书哦 就算我被定罪我也不会退选 明年的大选呢 是对决贪腐和当权败的最后一战 被检方起诉 以及又一次问鼎白宫宝座 都是这个决战的一环哦 因为这些建制派是冲着各位 就是对美国的民众讲说 冲着你们而来 我只是拦路虎 就把自己的这个角色给讲明白了 所以他讲说现在呢 这个被控这个提诉讼哦 其实他说这是拜登的政治动机哦 他呢说这股力量比起大陆 俄罗斯朝鲜伊朗 加在一起都来得更烂 然后又把拜登形容成这个邪 比邪恶更邪恶啊 因为拜登以前都讲说这几个国家很邪恶 那你比他们更邪恶 这是川普说的话 所以他讲说他一直想要把对手哦 呃送进监狱 特别是最具竞争力的对手 也就是说他自己啊 那看起来川普现在37个罪哦 恐怕要面临百年的监禁哦 那这个也很长啊 那就是首位遭到美国联邦政府起诉的前总统 所以包含川普在内的多方认为 这个可能是美国正历经严重衰落 成为政治上未开发国家的一个象征哦 所以美国的保守派也讲说这真的是太疯狂了 拜登是整起事件的幕后黑手 那我们看看华尔街日报的社论哦 他讲说拜登政府对川普的起诉令人担忧 这是美国史上第一次啊 这样子把这个总统对手啊 这样子起诉权用在总统对手上 然后白宫打破了这个权力封印 那另外美国不放手霸权 硬要插手现在恶务战争哦 川普也吐槽说现在看起来我们没有任何的弹药啦 因为呢我担任总统这个期间其实有很多弹药 但是现在美国已经没有弹药可以保护自己了呀 他就讲说拜登实在援助了太多 而且北溪案件现在看起来美国又在甩锅啊 上个星期我们讲 美国说是乌克兰 在更久之前他讲说是俄罗斯 反正讲来讲去他现在一直在换对象 现在又变成是波兰哦 所以从德国查到波兰现在北溪事件是越绞越浑啊 看起来总之就不是美国做的事情 他一直在甩锅嘛 同时现在德国自己也在展开一些相关的调查 那美国媒体在讲说波兰 呃可能会被用作这个北溪管道破坏的行动基地哦 这是美国的报道这样讲说 哦这是有证据显示出来就是波兰在动的手 所以波兰就表示啊我跟北溪根本没有关系啊 你真的不要把我给扯进来啊 这是波兰的情报部门的发言人讲说 我们跟北溪事件无关 所以美国全力在避险 德国比利时波兰啊乌克兰啊 全部都是甩锅对上 但是美国自己不是 来问赖老师 拜登上来他很在乎的啊 就是他的基础建设啊 他的教育啊 社会资源的投资 对于现在他来说 那刚好又发生这么一个周际的公路瘫痪的一个事件 可是又凸显出他把自己的手脚绑住的这个困境 也就是说呃一定要卖美国货 所以你联邦政府的所有的采购案 还有基础建设案 一定要美国货 那你既然自己定了这样的一个规定 然后你也搬行了 然后你也开始在推动了 结果呢 你就会发现你寸步难行 把自己的手脚绑死 我觉得这个榜死对拜登并不利 因为他的一兆多美元的基础建设 呃一切都要用美国的东西的话 我觉得他推不动 那这个事件其实就更加凸显了 为什么会形成一个国际间 甚至美国都在讨论的事情 就是当然除了这条公路很重要 以外的话 那大家再问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你要多久时间修复 嗯 然后接着就问说 那你在修复的期间里面啊 有没有什么问题 接着马上就出现了 他的所有的基础建设的机具 尤其大型的机具 都要向中国大陆采购 那一旦不能采购 你本身也找不到替代品的话 你等于是再往后延 再往后延又凸显出 他不能够如其完工的这个困境 我觉得拜登的政府 把自己绑住以后啊 他如果要解开 真的要赶快自己要想清楚了 呃川普当然一定会利用这个机会 啊 把他形成一个非常严肃的 一个政治迫害 呃到最后如果真的还只剩下 拜登跟川普两个人在竞选 我个人的推估啦 这个对于拜登的盛面 就很低了 川普的盛面就很高 原因在哪里 原因就是因为上一届的选举 这两个人选 然后多少对拜登还是有期待 也就是说他还没有执政 那他执政以后 大家会有想象力 所以有期待 所以最后拜登赢了 当然赢得也很诡异了 因为目前来讲 票数啊争议的问题也很严重 好 但是再怎么样 有想象力有期待 可是他执政了这几年以后 想象瓦解了 就幻灭了 幻灭了 期待不见了 然后只担心说他会不会任内走了 或者是担心说他会不会又碰到外星人 会不会又碰到这个平行时空的一个转换 所以使大家感觉到那种恐惧忧虑害怕担忧 但是毫无期待 那你想对比这个川普来说的话 那我觉得川普的胜面确实比较大 我的推断了 如果最后这两个人选了 我估计票数那个投票率会可能创历史性低 然后川普还是稳稳地就赢了拜登 会很低 我估计会低到 因为当下都不知道该 很多美国人觉得怎么没有选择 这个制度 这个世界上各个国家都希望积极地跟中国大陆有所接触 那当然也包含了这个才跟台湾断交的宏都拉斯 他现在目前总统也是到达了北京 那我们看到北京这边也是大阵仗的欢迎他 包含了有三军的仪仗队 也在这个机场列队来欢迎 那这一位这个总统卡司楚呢 他是预计在6月9号到6月14号这一段期间 在中国大陆进行访问 那所以他们这个驻陆使馆也接牌了 今天据传这个卡司楚也会跟习近平见上一面 那我们看秦刚他的讲法是说啊 这个卡司楚对陆进行国事访问 那中国大陆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也会举行这个相关的会晤 来引领双边关系迈上新的高度 那外电也引述这个卡司楚的秘书 他讲说这个卡司楚在12号跟习近平的见面 讨论的就是要加强这个双边的关系 那甚至他的经济部长也吐了真言 讲什么呢 讲说预计中宏将要签署贸易被忘录 这也是两国合作关系的其实点和框架 因为呢过去由于这个中宏两国过去没有建交 所以对华出口咖啡啊虾啊这些产品啊 都必须要经过台湾转移到手啊 那接下来不需要台湾当中间商了 可以更直接更快速的直接跟中国大陆做生意哦 所以这可能也是这个宏都拉斯决定要跟中方建交的一大原因 那再来我们看一下沙国跟中国的经贸关系哦 现在目前这个中沙签署了巨额的投资协议哦 这个中阿两国呢 他们的合作论坛的第一天就签署了 哦百亿美元的这样相关协议哦 甚至包含了像是电动车的制造商啊 还有这个华人运通签署备忘录 预计有大概56亿美元来合资成立一个企业 沙国就讲说中国是阿拉伯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哦 所以他们将会恢复一带一路的合作计划 沙国的投资部长讲说 因为现在目前沙国的区域内最大的市场 而且是为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中国进入沙烏地亚阿拉伯的这个市场之门户 2022年中国大陆跟沙国的这个各项贸易哦 也高达了4300亿美元 其中沙国的比例最高是占了25% 所以就要恢复这样一带一路的相关计划 也要采用像是科技啊 提升新世代这个国民技能哦 这些方面都来做一些相关的经济发展提升 那再来沙国现在是无视西方的警告 因为西方很紧张啊 就说哎不要跟中国做朋友啊 那可是沙国不理哦 沙国的能源部长讲说 我们不会理会 没有理由这个西方国家 所谓的国家安全这些警告哦 我们不会去理会 作为一个商界人士 不会忽视投资的机遇 所以会积极争取 跟这个陆方的合作 发展相关的产品 所以看起来这个布林肯 不是匆匆去了一趟吗 真的是被人家形容去了个寂寞啊 都没有人要理他哦 沙国也不理他 那再来看一下欧洲的反思哦 中东现在觉醒欧洲反思 所以美国的外交呈现一种分崩离析的状态 昔日美国都是要指挥别人啊 运用胡萝卜加大棒啊 软硬兼施 可是现在中东国家啊 也不太甩他 欧洲国家同样也开始要走自己的路 非洲的媒体就讲说 欧洲不应该成为美国的棋子啊 连非洲都来教欧洲了 他讲说这个欧洲的当务之急啊 应该是重新评估中美关系中的优先目标哦 欧洲你可以开辟一条保障自身繁荣的道路 同时避免成为你这个意识形态中的棋子 连港媒都讲说 其实很多重要的成员都在提醒欧盟哦 没有兴趣像美国那样对待中国采取狂热的态度啊 就像这个冯德莱恩准备公布 现在对华经济关系去风险的战略之际哦 很多欧盟的国家都在讲说 哎小心哦 我们不要去仿效美国这种狂热的做法哦 因为我们不要去当棋子 我们也不要这个被美国给利用啦 就像俄乌战争之后 这个欧洲啊 真的是这个经济被牺牲了 所以美国的私募巨头啊 他们讲说中国始终是头号的投资目的地 看看金融时报讲 尽管北京跟华盛顿的冲突哦 但是呢始终对于很多这西方集团呢 他们还是觉得说 哎北京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投资目的地 那所以连这个私募投资的这个总裁哦 他就讲说 呃我认为在中国大陆存在着巨大的投资赚钱的机会 来问赖老师 我再回答一下那个亮亮所提出来的 第一个就是中东地区为什么要组织八国的海洋联军 海湾联军 你第五舰队在那边 莫名其妙的去执迷美国人自己定的法 你去扣押这个伊朗的邮轮 那伊朗反扣押这个这个其他国家的邮轮 这个造成海湾国家的不稳定嘛 所以你第五舰队在那地方造成不稳定 那所以他们自己啊 这个相关的国家自己组联合海军 来维持这个整个海域的这个社会秩序 海洋秩序 就把美国的第五舰队排除在外了 为什么 因为他是当他是在那个地方的一个秩序的规则的破坏者 那为什么东盟自己要办一个联合海洋演练 第七舰队在南海不断的造乱嘛 那不断的去抵近中国大陆的边界的时候 那当然两边就可能会发生冲突 那对东盟的国家来讲 他们不要选边站 所以他们不欢迎你美国第七舰队 他们只欢迎域内的国家 那也就是这个南海共同行为 宣言到南海共同行为准则十加一 也就是这四个国家加中国 因为中国是域内国家嘛 大家在这个地方维持这个海洋的秩序 那美国的第七舰队就赶出去了 所以我觉得目前来讲 整个趋势是朝这个方向在走 我回答一下 我觉得我看一下宏都拉斯 我觉得宏都拉斯这次是大阵仗 带了庞大的代表团 从上海一直到北京 这个会有示范校友 这会对于这个拉丁美洲 中美洲跟南美洲像巴拉圭等 这些国家会产生很大的吸引力 所以这些国家 这个跟中国大陆建交 跟台湾结束关系的可能性会上升 然后对南太平洋的岛国来讲 美国可能要投下更多的钱 不然的话美国买不下来了 因为这些国家会开始转向 往中国大陆的方向的移动 所以我觉得宏都拉斯这一次 这么大阵仗的 因为今天要宣布 今天大概在没几个小时 因为习近平就跟卡斯楚已经要会面了 就在今天 纽西兰的总理宣布 他在这个月的月底 要带着庞大的访问团 到中国大陆 到北京 到上海等 地方去进行多地的一个访问 这个就是双方的关系一直文章 而且他一直在强调说 我们纽西兰我们顶住了 也就是说当时美国给他们很多的压力 但是他们顶住了 所以他今天跟中国大陆能够有这么好的关系 主要就是因为他们顶住了 而澳大利亚没有 这简单词就是你 澳大利亚你左右摇摆 结果你自己倒霉 那我纽西兰我们做对了 所以我这个执政党应该要继续连任 这个意思 所以我觉得这一次到 到中国大陆来访问 他们的合作计划会再往前走 而沙拉利亚阿拉伯最有趣了 沙拉利亚阿拉伯这位石油大臣也好 商务部长也好 他说美国人的关切 我不在乎 我无事 我看不见 我也不在乎 我也不理他 然后你看这一次 因为这是两天的一个会议 这个招商会是两天 第一天就是100亿美元的到订单 就已经签下来了 而且他们的做法就是 大陆的资本家 到沙拉利亚阿拉伯去投资 沙拉利亚阿拉伯的资本家 到中国大陆去投资 是相付擦股 相付擦股 然后领域很多 它不只是石油的领域 还包括炼油 包括提炼 包括金融 包括科技 而且这一次 这一次的招商的盛会 3000多人参加 我们看到 这个胡春华带着 这个庞大的这个投资团 到中东地区去 我觉得 中国大陆跟沙特 跟海湾国家 彼此之间的商贸关系 一直在往上走 看到了洪都拉斯 到中国大陆的访问 是不是也代表着 拉美加速 倾倒向中国呢 那我们来看看 这个习近平跟洪都拉斯 总统卡司楚的会面 双方也握手 那也代表着这个 如同这个跟中国建交 是洪都拉斯政府 历史性的抉择 建交两个多月来 合作的快速发展 使洪方也未来充满的信心 那习近平的讲法是说 你的访问也展开了 中洪关系 新的历史篇章 共建一带一路 搭建起两国的四梁八柱 也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 就是后来他们就签署了 这个一带一路的合作文章 所以看起来这个洪都拉斯 也就倒向了中国大陆之后 也为他的接下来的经济 又开启了更大的门 那我们来看看 现在包含了咖啡跟白虾 立刻就可以马上开始卖了 已经开放了 元首会谈之后 大陆的海关就同步发布了 中洪签署养殖水产品检验 检疫这些议定书 那批准了9间的养殖水产品的企业 在中国大陆注册 显示出这个红国南美的白对虾 得以出口中国大陆的市场 那所以中国大陆的这个 金发部的副部长就说 希望一年之内能够完成 中洪自贸协议谈判 那所以这样子 双方可以经济上面的互补 而且下个月呢 还会展开来有25个产业跟行业 跟中国大陆的合作潜力 是非常大的 他说像是海虾 新矿 还有咖啡的出口 位居前三名 已经有10家企业都已经做好准备 急着要迎接大陆的这样子 14亿人口的一个大市场 所以加速了拉美 现在的亲中的一个倾向 就从宏都拉斯开始 那习近平跟卡斯楚的会面 就说接下来要推动 中拉整体合作 那包含了像是 这个宏都拉斯在内的 拉美以及加勒比海的一些国家 都要一同参加 中国这个拉共体的这个论坛 建设这个中拉整体合作的关系 那习近平这样子会见 那中国大陆媒体也提到了 就对于中美洲有一个示范的效应 就接下来可能会有更多的拉美国家 就会导向中国大陆来作为这样经济的一个基础 来作为合作 那再来我们看看 现在不只拉美 其实还有大洋洲 像纽西兰的总理宣布了 这个他其实才刚上任没有多久 他今年1月份才上任 那现在6月底就要访问中国大陆了 他宣布在6月底的时候 会率领这个贸易代表团来出访北京 这一次也是2019年以来 这个纽西兰的总理再次对于大陆进行访问 那我们看看这个西金斯 他讲说想要去卖一卖游戏啊 跟旅游产业 因为疫情之前 中国大陆就是纽西兰 这两个产业最大的一个市场 其实原本前任总理阿尔登 他就已经想要去中国大陆访问了 他去年8月的时候有表达这个意愿 可是因为他到这个今年1月份的时候 闪电请辞 后来就换上了这新任总理 新任总理花了大概6个月不到的时间 5个多月就赶快快速的进展 去谈定了跟中国大陆的访问 那不只是纽西兰 澳洲同样也是 澳洲总理埃班尼斯 讲了好久想要去中国大陆访问 现在也说 暂数计时当中 他说希望所有的贸易障碍都能够去除 一定会赶紧去中国大陆访问 澳洲的外长人讲说 现在目前煤炭 铜 木材 这些贸易都已经取得进展 接下来希望葡萄酒 葡萄酒比较高价 也可以赶紧获得这些进展 葡萄酒 红虾 就是他们接下来要努力的一个目标 请教赖老师 红豆浪市的国土面积不小 台湾的三倍多一点 人口就是一千多万 台湾是两千多万人 可是他的人金所得才三千不到美元 所以他是很穷的一个国家 而自然资源很丰富 有咖啡 有香蕉 还有养殖虾 还有金矿 银矿 铜矿 铅 什么等等很多 但问题就在于这个国家的发展太落后了 中国大陆跟我们台湾有很大不同的地方 是大陆现在不花钱买外交 台湾现在还在花钱买外交 或者维持外交关系 我们花钱的方式是不对的 大陆采用的就是基本上是相互的投资 所以你看红豆浪市这一次跟中国大陆建交 马上就宣布加入一带一路 那为什么要加入一带一路 他没有钱 那一定是中国大陆给予很好的融资 给予很好的贷款 然后中国大陆去那个地方建设 基础建设 不管是港口 高速公路 铁路等等 甚至你铁路也要电气化 所以你的发电厂什么东西都要盖 那这些盖的钱谁谁出呢 当然就是红豆浪市 他们用主权的基金 用主权担保 然后中国大陆给贷款 然后中国大陆的工程队 过去再结合当地的 然后把这个地方建设起来 为什么要建设起来 就是因为要把这些农产品 鱼产品 还有矿产品把它运送出去 运送出去就有收入了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 相互的买卖的一个过程中 那彼此的关系就越解越深了 而且通常我们看到 大陆跟很多国家的这种合作 有的时候就是我的经营权有99年 或者是说我们共同开发 一带一路这个带就是经济带 经济带一旦基础设施都建立起来 那么这些农产品或是金属 产品的这种加工 初加工 那么企业家进去里面开始经营 所以要让企业赚钱 然后要让货物有生产 要让货物有输去 然后有市场 然后彼此之间才有办法走得久 我们传统以来 台湾一直给钱 绝大部分就落入 这些官员的口袋里面 就是我们的资助 那个国家继续腐败 但是不对的 要改了 那也就是说中国大陆 他们现在不走这一套了 他们走的方式就是 我帮你把经济做起来 帮你把基础建立做起来 可是那个钱你要付的 你要偿还的 也就是我可以给你比较低的利息 比国际间的贷款的利息 还要优惠一点 然后我的技术可以过去帮你忙 但是问题就在于 这些钱都要还的 经营权 所以基本上是两例的 那我们可以看到洪杜拉斯的 这次很开心的去 那也就是说他要开始慢慢的摆脱 他的贫穷落后 这个对于中美洲也好 南美洲 对南太平洋的很多岛国 就会有很大的吸引力 所以我觉得台湾这边真的应该要 要丢掉 用买的外交了 这个概念是错误的 错了 几十年都在犯错 现在美国在走台湾错的路 台湾现在到 美国现在到南太平洋岛国 也开始采用买的外交 但是问题就是他是一张嘴 先给你一个饼 到时候能不能复欠 我们都还在看 中美现在的晶片战跟科技战 拜登现在是不是让步了 在这个晶片制裁上面 最新美国媒体报导说 美国不仅延长台积电三星 在大陆半导体业务的豁免期 甚至允许扩张 之前就讲到说 现在允许南韩跟台湾 首要的半导体业者 可以这样子有扩张 而且不会因此遭到美国的报复 人家在讲说 这会不会是跟中方 因为布林肯要去访问了 这要递出一些橄榄枝 示好一下 美国的产业高层提到说 拜登将要豁免期延长 并非是中指 等于变相承认了 阻止中国取得先进技术和产品 比预期中更加困难 就是说你想要禁止没那么容易 产业分析师讲说 美国的晶片出口限制的措施 越是延长效力就会越弱 会越来越难减缓 中国科技业的发展 美国的商务部 是拒绝对此发表任何的评论 是不是也等于 递出橄榄枝 是希望在访中之前 也表达一些对中方的善意 或者是说 你不这么做 因为中方一直在讲说 你先把制裁拿掉 制裁拿掉 制裁延后 甚至允许扩张 可能是美国释放善意的一个方式 但是美国现在自己本身 政府的鸽派鹰派 感觉好像 这个意见分歧 商务部还同时制裁了 31家中国大陆的实体企业 在6月10号列出来 这个31家 他说利用欧美资源 协助解放军研发武器 所以一方面 这边有允许扩张的 一方面这边又端出了新的制裁 所以他就讲说 这会影响到美国的国家安全 所以他们要做一些相关的禁止 避免获取到美国的技术 那中国大陆的商务部回应 他讲说这也是无理的打压 中方也会采取必要的措施 坚决维护中国企业跟个人的合法权益 所以其实你可以看出来 现在这样子 拜登政府的鹰派鸽派的一个分歧 是不是也坐实了 当初5月17号的时候 雪曼是不是就是因为内洞 因为他比较鹰派 他宣布退休 是不是也因为 现在美国自己本身的摇摆不定 让这个鹰派不再是这么的当权派了 那再来我们看看 习近平有提到说 现在要做双循环 中国不求人可以活得更好 为了防止别人不开门的时候 自己能够继续活下去 他说有一些国家搞霸权搞垄断 想要让我们当富庸跟着跑 我们搞这个双循环不是要锁国 而是当别人不给我们开门的时候 我们自己能够活下去活得更好 双循环他就指的是说 要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国内跟国际的双循环 交互促进的一个新发展的格局 那所以看看 这个现在目前中国大陆的电动车 也要进军到美国市场 Business Insider有讲到说 这个中国的电动车爆炸性的扩张 在2022年 美国的电动车销量80万辆 而中国的消费者就买了500万辆的电动车 他说相信特斯拉很快会被 全球最大的电动车厂商的皇冠 恐怕就要被比亚迪抢走皇冠 所以看起来现在目前中国大陆的这个电动车价格就有优势 而且还有这个传统的汽车市场跟这个欧洲的市场 都没有办法与之竞争 所以看起来这个中国大陆的电动厂对于美国市场 现在雄心勃勃 像是蔚来汽车 在加州就租下了这个办公大楼作为研发中心 而且还广征 像是采贡经理 系统工程师 准备在2025年的时候就要正式进军美国市场 那比亚迪是早在洛杉矶 就已经设厂在生产电动巴士跟卡车 所以看起来 美国的市场迟早也会 这个被中国大陆的这个电动车 可能又要占到前面的排名顺位 那再来华为的话 华为现在也要做这个Chat GPT 7月份将要发布 他的命名叫做盘古Chat 那在7月7号的时候 华为的云开发者大会上面 会对外正式宣布发表和内策 那另外还包含了像是这个阿里跟百度 那所以现在看起来 第三个巨头 科技巨头也要加入这一场战局了 所以Chat GPT不再是美国一只独秀 中国大陆接连三这几个巨头也加入了市场 那你看我们刚刚提到宏都拉斯的总统 去到中国大陆的第二天 同样也是去了华为 跟上次鲁拉访问中国的时候都一样 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标准行程 只要外国的元首去到中国大陆 一定会让你去看看华为 展现一下中国大陆的一些科技实力 首先我们来问一下赖老师怎么看 我觉得这一次延缓对台积电或者是就台湾或者是韩国 把这个半导体的晶片输往中国大陆 不是为了这个布林肯去大陆访问 也不是为了改善中美的关系 纯粹是为了美国继续要执行半导体对中国大陆的禁止 这个政策能够走得更久一点更远一点 这次我们很明显的看到高端的 也就是先进制成的还是不能去 还是在禁止的范围内 那为什么会延长一年呢 其实很简单 三星已经陷入了亏损 而且情况越来越严重 那如果说今天三星的产品不能够再卖到中国大陆去的话 它的亏损越来越严重的时候 可能会被迫 韩国会退出美国的这个限制的范围内 所以美国对于中国大陆的这个半导体的限制 可能就很难走下去了 它为了让它能够继续走下去 所以对这些比较低阶的同意它继续开放 对台湾来讲获利并不多 获利最大的是韩国 三星等这些获利最大 而不是台湾 我想这一点我们台湾应该要厘清楚 那么跟美国也没有任何的一个关系 我觉得还有一个部分里面 我们要留意到的地方是在哪里呢 美国现在的一个对中国大陆的政策 它们内部里面出现了一个相互的对抗 矛盾相互拉扯牵扯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你看上次本来布林肯要去北京访问了 那这是因为在巴厘岛的时候 拜登跟习近平已经谈好了 那也中国大陆也欢迎美国的国务卿 到中国大陆去访问 所以本来已经差不多那个行程要走了 结果气球事件就爆开了 可是气球早就进入美国了 而且事实上这个气球事件事实上并不严重 但是你看为什么气球事件突然间爆开 而且那个还拍照片还灯那么大 就是有些人不希望布林肯去中国大陆 然后就把它炒作 炒作了以后呢 就共和党跟民主党就相互的在比赛谁跟抗中 然后到最后布林肯也加入战局比赛谁跟抗中 然后到最后自己说不去 中国大陆说我又没有邀请你来 因为大陆基本上来讲不太会给 那么早给签证 通常都是你要在出发前几个小时 才有可能签证才会到 所以美国常常就是因为现在中美之间没有任何信任关系的时候 大陆基本上不会轻易的很早就给你签证 所以布林肯根本去不了大陆 所以大陆的时候我们邀请你来 好这次你看又放话了 这次是在6月7号吧 6月7号就开始先彭博社放话 说可能是未来几周内要去大陆 结果过了几天以后就说下个礼拜去大陆 觉得没有多久你看华尔街日报也好 或者是这个美国的大媒体就是说 6月18号日期都定了 说要去大陆 可是你看宣布完没有多久 古巴的这个所谓的监听的就爆出来了 然后又是不居民的官员又爆出来了 可是你很明显的看到这一次拜登政府 跟布林肯的做法就不一样了 就是这不影响我去北京了 而且他也不再继续炒作了 那也就是说 苏立文在昨天接受CNN专访的时候 他就谈到了 他是用很学术上的用语 他的意思就是说 美国我现在这个政府 我们在制定对中国大陆的政策的时候 内部有一些另外一股力量 在跟他拉扯 那换言之也就是说 古巴的这个事件 其实就是CIA里面的反中的 仇中的 不希望中美关系改善的 那些高阶的情报官员 故意把这个资料 泄露给华尔街 由华尔街日报 在这个地方里面来炒作 然后再移转到 变成美国的主流媒体 都要讨论这个事 用这个方法来牵制 布林肯 没有办法到大陆去访问 所以我觉得目前美国自己乱的一塌糊涂的情形下 那大陆的做法就是我管你怎么乱 你只要伤害到我的利益 我就一定反思 我不管你什么理由 也不管你内部什么问题 所以其实这一次布林肯说18号 现在目前中方还是讲说 没有任何消息可以提供 所以这看起来到底能不能成行 还有待观察 但是美方跟中方之间 他们现在确实有一些的质变 包括什么 布林肯呢 现在很多人说 他可能这个星期要到中国去访问 可是他就在问 真的去得了吗 原因是因为呢 他现在突然讲了这么一句话 说先前不是被人家爆料吗 说中国好像在福巴这边投资 然后设设施去监听美方的这些船舰 或是空中上面的飞机 布林肯说其实有哦 已经减缓了中国海外的间谍活动 原话怎么讲 我们来听听看 好上个礼拜我传出来的时候呢 我还记得科比哈的讲法是说这个报导 用词不准确哦 讯息不准确 我还想说 他是在否定这件事情 现在看起来好像不是 是说我们其实是有 但我们已经减缓了 所以是在这个部分不准确 大家就开始在讲啊 其实呢在讲 比如说窃听啊 或是搞这些勤资活动 很多人都会指说 美方其实呢 好像也是雇中翘楚 包括什么 过往美国中情局 曾经有做过一个心灵控制实验 那个时候呢 还有人在讨论一个案子 就说这一位大学炸弹客 美方的人士 叫做卡辛斯基 他其实呢 16岁的时候就进哈佛了 好像就有参加过 CIA所支持的 心灵控制实验三年 那这个实验呢 基本上就是会利用各种的药物啊 或是生物制剂等等 来控制你的大脑系统 甚至呢 还被传出是以不知情的 美加公民为对象 然后去影响他的行为 大家就开始在思考 说所以呢 在这整个过程当中 是真的 美中之间 开始在情资上面 要开始较亮了吗 不对呀 因为这个美中 如果真的要开始 坐下来谈的话 是不是应该 释出一些善意呢 好 现在呢 就有人在讲了 其实啊 说是要去中方访问 但来了又如何 好 因为现在双方之间的状况 就是什么 就是我剑奉命 撞你剑嘛 还记得吗 在这个两岸的这个 中间台海这里呢 说是美方和美军 是指控中方的船舰 是无节制的靠近 那现在这些负面消息 一波又一波之外 也包括了他们的海防队 被称为呢 是海岸防卫队 应该就是在他们自己的国土附近 来守卫他们自己 有点像我们的海巡 这样子的一个角色 但现在传出这个海外防卫队呢 即将要来到了印太地区 过往曾经派到关岛来 现在不只是关岛而已哦 现在还要来印太的水域 整个增加巡逻的面向 还说这个是政府的第一优先要务 大家开始在问 所以呢 全家就是你家的概念 全球就是你家的概念 开始在做衍生了吗 美中之间的竞争还包括了什么 还包括在国际组织上面 因为现在呢 就发现了 美国过往退出了教科文组织 好 那个时候是川普时期退出的 但现在他们决定要再加回去 原因是这几个字 避免大陆的影响力扩大 所以过往呢 他们这个汇费啊 差该差的有6亿美元等等 好 现在呢 决定要加回去 怕的是什么 怕的是 如果中方在 留国教科文组织里头 现在正在制定的是 AI的规则 如果在这一局 他们没有加入 会不会就让中方来制定规则了呢 这万万不可 必须加回去 而且呢 在航空飞行的部分 他们也发现了 说好像很多人呢 是在帮忙训练解放军的飞行员 所以呢 美方再一次的寄出了制裁 包括了43个实体 说原因就是培训共军的飞行员 危害了美国的安全 那你也看到了 中方现在开始呢 有一些相关的反制措施 德国智库就开始在讲了 这看出来的是 美方以前好像都是 他们在做制裁这件事 但是中方呢 已经也在学习使用制裁工具了 那现在呢 也正在完善自己的制裁工具的政策 要来做出反制 因为必须要知道 美中两个强权之间 叶伦就曾经讲了 说我们其实呢 需要跟对方有更多的沟通 但在这个沟通的过程当中 大家都知道嘛 美债 虽然他们的国债上限提高了 但是之后还会必须再讨论 还是一个问题必须要解决 所以国际上头 他们还是必须要 好好的跟美国 中国之间 彼此来较量 叶伦就直接讲啦 除了这个教科文组织之外 IMF这些跨国的金融机构 基本上也可以 跟美方好好来沟通 那我们也需要呢 用行动上面 让他们来倾向我们的利益 来帮我们说话 而学者说 美中的交手现在看得到的是 中国已经不再是 以往的温量供减量 会采用双轨的策略 也就是说硬的部分更硬 软的部分呢 他还是愿意跟你沟通 但是呢 现在就是防擦枪走火 经济的部分 科技的部分 持续的 美方这边没有软下来 而且已经进入了 大战的深水区了 人工智能AI晶片 是现在讨论最热烈的 而且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 也是没有办法回避的 那现在双方在讨论的就是 到底要如何来突破底线 以及突破那个科技的界线 还有的是什么 还有的是来拉帮结派 那个West Street Journal的报道啦 说美方现在呢 不仅延长了台积电三星 在大陆半导体的业务豁免期 甚至还允许扩张 是不是是因为 在科技这一战 他们也发现了 大家都要吃饭嘛 你什么都把人家进了 人家怎么会跟你在一起 所以开始有一些放宽了呢 因为现在在大陆 在南韩这里 发现金融危机的警报 好 因为呢 出口连巴黑 半导体这边最明显 跌了大概有三成六 就担心 这会不会变成 世界经济的金丝雀 是在告诉大家 我们在这一块 已经快要有问题了 但要请教赖老师 在各自战略需求之前 中方这边不是一直讲吗 我们要怎么回应你 要看你的诚意 但我们却在今天看到 这样一个讯息 说美国的海防 要开始增加 印太水域的巡逻 这个事件呢 就在美媒说 美国媒体说 布林肯要去中国之前 您怎么样看 美国要怎么扩张 它的这个海岸巡逻队 因为海岸巡逻队 它基本上来讲 是对于12海里 领海内的关辖权 还有对于 它的经济海域的 这个经济捕捞作业 本身的秩序的一个维护权 所以它是属于 白色海军进海的一个防御 那如果说美国想把 它的这个平海战斗队 或是海岸巡逻队 往这个亚洲国家 来去移动的话 它会面临执法上的问题 那还有它会涉及到 说跟当地国 因为它是警察 它不是军人 它是警察 那这些警察 它本身要跟当地国签约 可是问题就在于 它也只能够在当地国的 执法权内 假设了 我们这样看 假设它跟菲律宾签约好了 菲律宾签了一个协定 然后它要在菲律宾的 这个经济海域 或是领海 这个地方来执法 问题就在于 它即使跟菲律宾签订了 但问题 它不能够代表 菲律宾的主权 跟例如说 假设中国的船舰过来 更何况在有 争议的这些海域 跟争议的这些岛屿 那这个部分里面 就涉及到 军舰也会介入 因为它牵涉到 主权的维护这个部分 所以我觉得美国是想扩权 但是问题就在于 它如何执行 这有困难 它前段时间跟菲律宾 还有把日本也带来 说在这个菲律宾的海域 进行联合巡议的话 你看中国大陆就马上宣布 在这个海域中进行 因为它要在争议的海域 例如说在仁爱礁附近 进行巡议 中国就宣布在那个地方 进行导弹的军演 美国的船舰就不敢进去了 这个代表什么 中国在维护它的一个主权 不过我觉得每一次 布林肯要到中国大陆来访问前 就会爆发一些事件 例如说他前段时间 要去中国大陆反应 就访问 就爆发了气球的事件 这一次他又宣布 不是他宣布 又放出风声 说他18号要到中国大陆来访问 古巴的事件又发生了 那问题就在于 监听是世界各国都在做的事 尤其是美国做的最频繁 美国 美国你敢说你没有在日本 在韩国 甚至在东南亚的其他的国家 你没有对中国大陆进行监听吗 有 监听站大的不得了 到处都在设监听 那你为什么突然间 这个古巴的事件就出来了 其实是什么CIA也好 或者是美国的军事的五角大厦也好 有一些人就是不想 布林肯到中国大陆来访问 我们要来看到的是 如果是这样的话 最近也很多人要讨论一下 就是中方到底 我们刚刚讲到了在科技 在半导体这一块 还有一块也很重要 这个是太阳能这一块 因为最新的一个消息 网络上面 微博上面很多人在讨论 说看到了 因为最近说 其实在欧洲这边 慕尼黑这里 有太阳能一个蛮重要的年度会议 结果中方这边很多人高管 过去那里开会 说有一位高管 一下飞机之后 就直接被人给带走了 那大家开始在问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有知情人士讲法 说被带走的这一个人 姓普尔现在是已经回到了酒店去了 那个场景大家想到的是什么 是当年 孟晚舟事件 会不会有孟晚舟事件重演呢 太阳能这些业内人士的讲法是说 这个那个应该不太一样 这应该是跟这个 当时欧盟针对中国太阳能产品 所发起的双法 包括反请销等等的调查有关系 但是他们讲的 可能是一些比较小型的企业 他们现在有一些税务等等的问题 不过这件事情是让中方的太阳能业 感觉到震惊还有愤怒 说有要要求德方这边来正式的道歉 或者是赔偿担心会影响到中德之间的经贸关系 其实现在呢对于中方来讲 他们是有一些危机感的 在方方面面上头 因为现在也传出了 习近平呢在过往这几年 是不是已经有十次的警告了 因为在过去五年开始 他有我们最近看到了这样子的一个说法 要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的重大考验 这里头很多人都会认为 讲的当然就是美中之间的一些国际上面的情势变化 最近呢你也会发现了 这两年他们很强调什么 14亿万人的碗要端在自己的手上 因为你也看到了 他们也开始摆脱谷物爆买这样的一个状况 这个是美国的农业部 他们有特别提到一个数字了 他告诉你说 其实现在就有看到 中方这边已经取消了原定4月下旬到5月中旬进口的 大概有110万多顿的美产玉米 这样子的一个数字相当于 美国一年对中的出口量的7.4% 也是一个蛮大的数额 那所以呢 所以现在其实英国卫报告诉你了 中方他们在做准备 包括从先前俄乌战 到现在未来他们对自己的国安战略的想象 要防的就是食品能源被禁运 好所以呢 这个卫报中国的战争基金还特别讲到 说如果台海发生冲突的话 他们认为自己最大的一个弱点 就是食品还有能源的进口 是不是太过于依赖外头了 也因为这样能源的部分 一再看他们有一些战略的布局 像这个布局呢 说有大概四大通道 好包括俄罗斯这边 你可以看到近年来 特别是在俄乌战之后 有越来越多的往来 还包括了什么 包括了中哈油管这个地方 中亚五国的这一块 以及在最近在沙国这边 他们有一些中阿的商贸往来 中国的国家能源局长也去中东访问了 他要谈的就是油气还有核能的合作 这一些新项目的合作 他们直接的跟官方这边来对口 同时呢 双方在电动车的制作部分 也开始有更多 包括了56亿美元的合作协议 他们的投资大臣就在讲 我们都知道 沙烏地阿拉伯这里 他们不是想要做能源大国而已 他们还想要多讲话经营 所以他们说我们要赶快去访问 我们希望我们双方的合作 不是只指于机械或者是能源而已 而Fox呢 这个福斯新闻特别的强调 说其实如果你从这个图这样子来看的话 你就会发现了 中方正成为一个新能源的超级大国 未来他们可能会由他们来主导一些能源方面的面向 特别是呢 在汽车这个部分 大家都知道 已经是中方一个新的新型的武器 新型的一个战略目标了 包括了他们的价格优势 还有什么 还有就是是不是要直接直进美国 美国车业就讲了 说他们看起来了 现在福斯啦 或者是这个啊 福特啦 或者是通用啊 这些市场份额 特别是在电动车这边的份额 已经很明显跟中方出现了一些落差 所以是不是进攻美国市场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已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到底美方这边会如何来应应 如果从一个大战略的思考来看的话 又是要如何布置呢 来老师 能源对中国大陆来讲实在是太重要了 那大陆本身的经济发展速度越来越快 制造业还是一样的兴旺 人均所得越来越多 所以它对能源的需求量 只有会越来越高 而不会越来越少 那在这个情形下怎么办 那第一个就是核能 可是中国大陆核能 大概只占它所有的总电力的发电 大概就5%左右 所以它的空间还很大 一般来讲你要到10%到15% 那以大陆来说的话 它当初核能的一个发电 它基本上的技术 刚开始是引进法国 然后中法合作 那现在这个土地已经成为师傅了 那一起那么输出到海外去 但是问题就在于你核电厂的新建 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跟进程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这个核燃料 那核燃料哈萨克那边可以供应 还有当朝鲜半岛的朝鲜也可以来供应 这个都是 还有俄罗斯也可以 那除了你 但是核电还是一段时间 然后另外就是光伏 那也就是太阳能产业 这个部分里面也可以满足 中国大陆的部分需要 其实还有一大半 那就是有关于煤矿 跟天然气跟石油 那在更干净的 就是火力发电中更干净 当然就是天然气 那对中国大陆一个需求 上这么大的情形下 在过去是透过海运 海运是不够的 那俄罗斯的这个供应 在以前 它的天然气管跟石油管 其实在很早以前 它就盖起来了 那俄罗斯在当时 一直在思考的就是要 优先满足日本 还是满足中国大陆 可是在过去 俄罗斯对中国大陆的 双方的信任关系 没有到很高 所以你看它那条管线 一直到最近 俄罗斯跟欧洲的关系搞坏 所以才开通了 管线早就建好 大量的开通是这几年的事情 这几年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 中俄关系的改善 从习近平上来以后 增加了复兴基础以后 从俄罗斯获得稳定的能源 接着那当然就哈萨克那边的 也就是中亚地区 那这次中亚地区的能源 也都建起来以后 可是问题就在于 海上的能源还是很重要 因为从中东这个地方 进来的能源 那怎么样来缩短 它的海洋通道的负担 那当然就是 一个就是从这个 巴基斯坦进来 另外一个就是从缅甸的 石队港 所以这个瓜达尔港 跟石队港 对中国大陆来讲 就是非常重要的战略要尬 那在这个情形下 对大陆来说 它的海军就显得很重要了 因为你看连半导体 美国都敢对中国大陆下狠手 那对于能源通道 海上通道来说 美国你也不能排除 它会下狠手 所以在这个情形下 对大陆来讲 建立大海军 这一定要走的路 所以建立大海军的目的 就是保持它的 所有能源通道的安全 也就是海洋通道的安全 一定要靠着大海军来维护 你看到像是洪都拉斯 现在也是获得了 这个经贸大领包 因为这个李强 也跟这个洪都拉斯 卡斯楚见了面 还说要尽早开启 中宏自贸协定的谈判进程 也欢迎说洪都拉斯 成为一带一路的新成员 那在白虾之后 现在大陆也准许了 洪都拉斯香蕉咖啡豆的进口 所以它这一行 除了跟习近平的会晤之外 也跟中方签订了 一系列的这个协议 所以白虾这些水产品 都可以接下来 可以卖到中国大陆 还有呢 这个海关总署也公告 就说即日起也允许说 这些香蕉咖啡豆 也都可以进口了 那所以中国大陆跟洪都拉斯 签了这个一带一路的 这个谅解被忘录啊 现在贸易啊 基建啊 都等于说挂了保证啊 对于洪都拉斯 接下来的这个经济发展 可能也会有蛮大的注意的 再来另外这个巴勒斯坦 也在随后来到 中国大陆的访问 所以我们看看 现在中国大陆啊 因为积极在扮演 中东的这个协调 调停的这个角色 所以巴勒斯坦的主席 阿巴斯哦 也算是第五度 访问中国大陆 在6月13到6月16号 来访问 那由中国外交部的 副部长邓丽来到场迎接 汪汪斌也提到啊 讲说这个阿巴斯哦 是中方2023年接待的 首位阿拉伯国家的元首啊 那当然大家也会 引发后续的一个想象空间啊 是不是 巴以的和平 就更有一个 呃 谈的这个空间跟机会了 所以我们看看秦刚跟这个巴勒斯坦的外长 碰了面 他说中东发生了这个深刻的变化 加强战略自主是人心所向 中国会 为解决巴勒斯坦的问题 贡献智慧跟力量 所以现在他访中之后 北京也寻求 继续扩大在中东这边的影响力 北京现在目前的战略地位 因为这个 巴勒斯坦这边 也是这个战略地位非常的重要 那接下来北京也可能可以 透过巴勒斯坦 这边来帮助这个跟以色列进行和平的谈判 那中东的能源资源也正是中方 来强化中东外交攻势的一个主要的目的之一 还有呢 这个我们看到阿拉伯 这个沙国这边 中阿的合作论坛 第十届的企业家大会也闭幕了 在各领域现在合作看起来前景都非常的好 所以他们是在6月11到12号的时候 在利亚德已经举行了 那3500名来自这个中国跟沙国的这个业界领袖代表 签署了30多项的这个协议总价值超过700亿元的人民币 所以现在看起来大家都是好像不理西方 所谓西方就是不理你美国啊 所以大家都是要赶紧的把这个经济经贸给冲起来 所以这样的一个百亿大单哦 沙国讲的很直接啊 沙国的这个大臣 能源大臣讲说我们不要理会西方对中沙关系 日益增长的猜疑哦 希望跟中方合作而不是竞争 因为商人就是这样子嘛 哪里有机会就去哪里哦 所以接下来这个经贸往来也可以更加深化 中沙两国的关系 你看看他们的这个能源部长就讲啊 讲说世界上最好的合作伙伴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我们来听听 我们非常渴望建立起世界范围内 同中国建立起引领世界的这样的榜样式的 引领性的这样的战略伙伴关系 中国是我们最重要的伙伴关系 是我们合作与世界合作中优先考虑的方向 我们同中国的合作也一定会给沙特带来更大的成功 对刚刚这声音是这个同步口译的声音 不是他会讲中文哦 不过他讲完之后再做也是抱起如雷的掌声 所以他们说也希望有更多的品牌技术 来进入到全球以及中国的市场 那希望能够尽早的访中哦 这是他们的沙国投资大臣所说的 所以呢现在中阿呢要开启这个新丝绸之路 因为中国正在推行一带一路嘛 也为中国跟沙国企业创造了一个新的机遇 这是2030的愿景计划 来请教赖老师 中国大陆跟宏都拉斯 我们看他们的进展非常快 建交马上就参加了一带一路 那李强现在跟宏都拉斯的总统 提到了有关于加速自由贸易区的谈判进程 我们也看到昨天就宣布了 宏都拉斯的咖啡豆 香蕉还有养殖白虾 马上就可以进入中国大陆了 所以这个会产生四番效油 对于在加勒比海 在拉丁美洲 还有在南太平洋的一些岛国 跟台湾有邦交的国家 我觉得他们会看在眼内 这个情况会一直加速 在中东地区里面 过去沙特阿拉伯 它依赖美国两项 第一项就是它是石油最大的买家 那现在这一项已经不再存在了 相对来说 美国成为沙特的最大的石油竞争者 第二个在过去依赖 安全上依赖美国 但现在这个也被中国大陆 把引线拆掉了 也就是沙特跟伊朗关系的和缓 重新恢复邦交 附设大使馆 重建新设的八国的联合海军 也就是伊朗跟沙国带头的联合海军 就把美国的第五舰队排除在外了 所以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空间被压缩了 虽然沙特的外交部长 还是强调说 我们跟美国的关系很好 但是你要我们远离中国 做不到 我们不但不会远离 我们还会更加的靠近 然后四个经济特区 还会跟中国有更多的来往 然后他的石油部部长说 我不会在乎你美国 还有你欧洲人怎么看我们 中国就是我最重要的朋友 那你可以看到 那他是谁呢 他是现在的王储的哥哥 所以他也是具有巨大影响力的 那他的态度已经表达很明白 那沙国的投资部的部长 说我希望我很快的就到中国大陆去 他要到香港 要到大陆去访问 因为他要带动更多的投资 也就是说大陆企业到沙烏地阿拉伯来投资 沙烏地阿拉伯要到中国大陆投资 所以相互的插股 这个相互的插股 这个对于沙烏地阿拉伯来说的话 他的未来的经济产业的发展 那当然就更加的兴旺 因为他知道他的油会有挖完的一天 那他未来该怎么办 所以他现在利用他巨大的财富 他去选拔非常好的标的 选拔非常好的未来的产业 包括电动车太阳能板等等 他全部都在介入 然后都在布局 这个对中国大陆有什么好处 中国大陆可以获得庞大的资金 很快的让企业发展更大 另外一方面就是因为相互的插股 所以中国大陆电动车或是很多的 这些电器用品 慢慢的就会把这个日本 韩国或者欧洲的市场就挤出去了 因为当他们相互插股了以后 这些产品更容易卖到中东地区去 我觉得大陆目前来讲 给巴勒斯坦带来温暖 也就是邀请巴勒斯坦总统去访问 这个就是开始要拆解尾巴之间的问题 这对整个穆斯林世界都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力 因为所有的穆斯林世界都在看这件事 而中国已经开始要进入 调停以色列跟巴勒斯坦的问题 让巴勒斯坦它本身的权益获得保障 这个绝对在整个穆斯林世界中 对中国大陆会更加的靠近 这个已经是美国人所挡不了的事 下集团了 7月1日